根据通报 截至去年12月31号 全国一共有117亿令吉的款项 无人认领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 鼓励民众在新年前 赶紧检查自己是否有任何 没有申领的款项 副部长还提醒 政府没有委任任何代理人协助处理 林慧英今天在槟城派发年杆和红包 封给民众后指出 她接获投诉 有民众接到陌生来电 指自己有一笔没有任领的款项 对方还说可以协助申请这笔钱 但事实上政府并没有提供这类服务 希望民众可以保持警惕 她也促行想进一步了解详情的民众 可以到国家会计局 或使用eGumis网站协助查询详情